大家好 我是許宇明熊 今天是帶張宇明老師來代班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張宇明老師他的QR Code 你可以免費加入 也可以在網路上搜尋張宇明分析師 你就可以搜尋到 他的YouTube的解盤影片 你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或是股票 你可以在掃描他的QR Code 在他的QR Code裡面留下 你要問的一些資料 他會很快來解答你的問題 我們現在開始來講 今天台北股市今天幾乎都 今天是上漲2點 幾乎是平盤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今天台北股市是沒有什麼樣的 沒有什麼 就是收一個平盤 今天台北股市 你可以看到他整個的K線圖 我們近期來看的話 還是一樣 還是在一個高檔地方在震盪 在高檔地方震盪 這個地方我相信你在看整個盤面的時候 你如果手中有很多股票 我知道你現在很多股票可能很多 像有些投資朋友來問我一些股票 大部分股票都是跌幅算是蠻重的 因為他這一波像大盤在噴盤的時候 很多股票是往下跌的喔 很多股票的位置是在這裡喔 是在1萬點的位置 不是在1萬2,850點的位置 不是喔 很多股票是在趴在地上 那我們不要一一的去給他 再把那些股票再踩一下 我們像可以來看一下 像近期我們常在說的就是道琼 那道琼其實現在還是在橫向的整理 因為他們選舉 美國在11月份要11月初要選舉總統大選 這一次如果有變天的話 那可能有可能中國關係可能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改變 那有改變的話會造成 會不會有影響到接下來我們 在投資台股裡面的一些問題 那這其實我們還要再繼續再 我會陸續的跟你來追蹤 那我如果有來節目的話 我會來跟你來追蹤這一方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像納斯達克 近期是瀕臨站在破底的位置的地方 這是納斯達克 那昨天還是跌幅有1.2% 這是納斯達克 那現在像廢半昨天是收在平盤 那台積電昨天是跌 ATR是跌幅將近有1.6% 那這是台積電 那美股現在最近 以我的看法是他們現在是處於在一個修正 你可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其實美國他們 他們從在3月大概3月中旬左右 一路往上漲 完全都沒有在修習 直接上漲了5個月 直接上漲5個月 所以到了8月底開始修正 到8月底才開始修正 我們台股呢 我們台股哪時候開始修正 幾乎一個月時間都沒有 台股這一段時間 其實你如果看大盤行情 你是看不出有什麼樣的行情 因為整個盤市就在1萬2千 1萬2千800點 上下2、3百點在那邊震盪而已 沒有什麼樣的行情 沒有什麼樣的行情就不用 其他股票就沒有行情嗎 當然不是啊 但是你也不能選錯股票 那選錯股票的話就更糟了 那就更慘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段期間 就是這檔股票在台積電 就是之前那一波有這樣往上拉起來的 也是因為台積電 那這一段期間 其實我們台股都是被這個台積電 整個指數讓它撐住撐盤 那也它如果往上漲的話 當然還是要靠台積電 這是不可否認 那台積電如果續強 當然我們要突破1萬3千21點 021點的話是坦白說 這個指數對我來操作上 我是一個我只是做一個參考 但你不能把它做成依歸 你如果把它做成依歸的話 你在操作上你會非常的辛苦 除非你做台積電 除非你做台積電 不然的話 還有你是做期貨 不然的話坦白說 你看這大盤 坦白說對你來說 是沒有什麼樣的幫助 坦白說是沒有什麼幫助 從我們可以看到 大概7月底以後到現在 我們太久不說 太遠也不用看 我們從7月8月初開始看 到現在為止 幾乎都是整個都橫向的 整個都橫向 那這段期間 其他股票都是橫向嗎 像我所介紹的一些股票 那你如果看節目的話 你就應該比較應該很清楚 我近期這段期間我都是在看 離安風電 太陽能這兩個產業 這兩個產業是近期我所抓的 所在操作的 那也在同時在節目上 我也是一直告訴你 就是這些產業 那我在其他像周刊 還有我YouTube 我如果YouTube解盤的地方 我也是在講還是這些 還是這些產業 還是這些我們可以看到 那這段期間你們 從8月份 我們不要太遠不用看了 太遠那個 我們就從8月初開始看 四季剛 到9月初 四季剛8月開始 93 到了9月初 141 這樣上漲多少 48塊 這樣子會很難嗎 不難 這會很難嗎 這是離安風電 還有我有跟你說的 比較低價的 華城 華城 還有什麼 還有像我跟你說的 太陽能 茂迪 還有什麼 6443 元晶 3576 聯合再生 當然現在茂迪 現在是已經在減資 就在9月17號 昨天開始停止交易 到了9月28號 開始會開始交易 正式交易 到9月28號 那這一段期間 你可以看到 像這一段期間 你如果看我的節目的話 你也應該注意到 我還有在講一檔股票 當然還有一檔股票 那這檔就是4934 就是這一檔太極 太極 太極它有 就我看它這檔股票 它有兩個題材 一個 當然現在完全 它現在大部分 所有的營收盈餘 還是屬於在哪邊 在太陽能方面的 還是屬於太陽能 但是它已經在 已經在發展 發展什麼 碳化系的晶圓 它已經跨足了 這是它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題材 這待會兒我再來 跟你來介紹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一些圖表 其實這是我們大盤 我們大盤最近 是的確是有外資 外資法人持續有在買 持續有在買 這是我們外資法人 我們再來看 其實我常告訴大家的 就是大盤類股個股 沒有同步呈現 你看不懂的話 你怎麼能夠挑出 會大賺的什麼東西 股票啊 我們來股票市場 就是要挑股票 挑股票我知道 不是隨便設飛鏢 不是 你如果隨便設飛鏢的話 那請你自辯 那你去看看你所非 你的股票 有沒有在創新高的 有沒有近期 近期 從8月份到現在 有沒有在創新高的 你就自己去看一下 你所非的一些股票 那我們所操作的一些股票 像太陽能 還有像離岸風電 還有碳化系 還有像第三代的半導體材料 這些方面 在8月份到現在 都有持續有在創新高的一些股票 那我們再接下來看 什麼是領先股價 基本面嗎 當然不是 基本面你看到的時候 已經股票已經是在 已經是飛在天上了 技術指標 技術指標的話 你看到的話 它已經漲幅一段了 當然是產業的趨勢 它才能告訴你 只要是有拉回 它就是一個買點 那你經常應該會聽到 我講這一句話 只要有拉回就是買點 像有些股票 它就是為什麼會有 我會來講這句話 只要有拉回 它就是一個買點 我們來做個比例 像華城這張股票 我就在節目還有像有在 有在電視連線的時候 我都有談到 只要像這種 長線大多頭像這個 離岸風店的股票 只要有拉回就是買點 拉回就是買點 那現在呢 現在我也是希望它能夠拉回 但是晉級在高檔地方在震盪 量能不出 但是股價有沒有墜 好像沒有墜 好像也沒有什麼樣 還沒有什麼變化 我們可以看到 近期 那量能在說 很多人有很多人在說 離岸風店還有太陽能 已經開始在退 已經在退場 退燒了 很多人都有在講 我聽到在連線的時候 有很多人有談到說 他們已經開始要退漲 他們已經退燒了 現在的盤面上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它有沒有退燒 我們來看一下 像9958今天呢 好像還沒有 四季剛 今天上漲了6塊錢 四季剛 當然這要不要追 你可以看到外資他們的買超 他們有沒有停手 你可以從這邊來看 法人的買超你可以看 他們都持續的大買 大買小賣 大買小賣 這是四季剛 這是四季剛 操作上我知道 像這種離岸風店 還有像 當然今天還有 還有一 這兩天還有一檔股票 就是我剛才一開始告訴你 就是這個還在大漲 昨天漲停板 今天還在大漲 這是什麼 這是太陽能 還有加上它當然有雙題材 那接下來的話 行情會轉到 現在其實它現在 我們的盤勢裡面 輪動它速度非常快 你如果沒辦法掌握一些脈動 你只是這樣看著它 看哪一檔股票漲 那你就去追 你會得到什麼樣的答案 我們來看一檔 像昨天 昨天有一檔股票很強 台勝科 昨天台勝科拉得很快 漲停板 今天馬上怎樣 爆量 爆量長黑 今天早盤追進去的 到尾盤 都幾乎收在今天的最低點 這是什麼 台勝科拉 股票 你能夠隨便亂追嗎 當然不能隨便亂追 你不要看到 你不要看到它長紅 你今天 昨天長紅大漲 漲停板 消息就出來了 消息就出來了 那今天它馬上一根大黑棒 所以我們要看什麼東西 當然是要看產業 你看技術分析的話 你看技術分析的話 那你昨天你看技術分析 今天早上一追進去 你馬上就 你馬上到目前為止 你是套牢 你就套牢了 台勝科 還有什麼 像我昨天還有 昨天還有一個類股 還是滿強的 E3類股 像1308 雅聚 昨天雅聚有漲停板 昨天雅聚有漲停板 那我在盤中的時候 有電視連線 財經台電視連線 我也是說 這張股票要買 那當然主持人有問 要買我要說要怎麼買 當然要買的話 當然要等它亮縮 等它亮縮 拉回亮縮 拉回亮縮 它今天有沒有亮縮 沒有亮縮 那今天可不可以去追 當然是不能追 我昨天在節目上 我也是這樣說 我連線 昨天的連線 我也是這樣說 你要追向這種股票 像雅聚 當然我也知道 現在你看到他們 現在EVA 現在在漲價 台灣還瘋盤 瘋盤是什麼 因為大家在拉貨 在搶貨 台灣瘋盤 現在昨天的新聞 他們報價 報價到1650塊 一噸是1650塊美金 要再漲價是100塊美金 昨天就拉到漲停板 雅聚 我們會不會去跟人家湊熱鬧 我們當然不會 我們當然是不會來跟人家湊熱鬧 當然我們就第一個時間 像我就趕緊 也在節目上告訴大家 這個股票 你要等它量縮 拉回量縮 你再來做 今天有沒有量縮 沒有 還是一根很大的量 操作你要會看 你要看得懂 你要會看得懂 你不是 不是你隨便你看到 哇 長紅棒 還是有大漲的時候 你就追進去 不是這樣操作 你這樣操作的話 你會非常的辛苦 因為現在是在12,875點 今天收盤是在 像現在這個點位 你說你可以隨便亂買股票嗎 當然是不行 那哪些股票還有機會 那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下一階段我們再來談 能展示鎮高飛 宇宙翱翔萬物歸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獲利是我們的使命 大禹國際投顧 帶您翱翔股市輕鬆致富 0225006999 大禹國際投顧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祝您邁向財富人生 致富專線0225006999 0225006999 歡迎回到現場 今天台北股市 讓整個盤面 操作你是繼續 繼續把它全力壓多呢 還是要做空 這都是一個選擇 我不能說哪一邊是錯 不能這樣子說 你只要操作策略是對的 那贏家還是你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是在 有很多投資朋友來問 說老師你不是說被動原件 那這張圖我之前是有 是有已經有 常拿出來 那今天再告訴你一下 像有人說被動原件 老師你不是說嗎 那怎麼都沒有拿出來 那4月28號 這就是我在YouTube的結盤 4月28號被動原件說 他們被動原件廠最大廠 就是日本的春田製作所 他們說他們員工染疫 會台廠會有轉單的效益 我就4月28號就說不要買 我就在YouTube都說 沒有轉單你不要買 我就直接斬釘截點 都跟我們的 當然我們的會員 也是不會去 我們當然也是不會去做這樣 沒有做 像在被動原件 我們這一段期間都沒有 但是現在被動原件 它開始已經有一些 有稍微一點點回溫 回溫 但是我們還要再觀察 但實際上我們還是沒有 還是在觀察而已 我們還是要觀察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國具 當然這是第4月底的 就是4月18號它是在高檔的地方 是在420塊附近 那現在呢 現在已經到今天為止 它收盤是在 最近是有開始有一些回溫 那我們還要再觀察 還要再觀察 這些被動原件的一些 他們的產業 這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們到底他們產業是 會有持續的往上推升呢 還是會持續的盤整 那我們還要再觀察 這個是被動原件 我們再來看一個 這一個是我YouTube YouTube那我是做我的封面 你可以看得到這個封面 這是什麼 這是MOSFI的碳化系 這5月6號我們就在講這個 MOSFI的碳化系 MOSFI 然後什麼碳化家 碳化家這些 這是什麼 這是第三代的半導體的材料 也就是這個啊 第三代的半導體材料 那我們在操作呢 你可以看到裡面有什麼 泰籍啊 還有什麼 金財啊 家經和蕾茂系這些股票 他們是屬於第三代 這我們也是在操作 這一方面的股票 我們也是操作這一方面的股票 從5月6號我們是陸陸續續有在 在輪番 那類股 當然不是他們沒有 像這種股票他們 他們 當然啦 就像太陽能 很火熱 有全面性的這樣在 全面在大漲也沒有 股票他們也是在類股裡面 他們自己也是在輪動 就像這些股票一樣啊 這些產業 這些材料 也是一樣啊 也是在類股裡面在輪動啊 也是這樣在輪動啊 就像現在近期最強勢就是哪檔股票 我們可以看到4934啊 太極啊 那之前呢 之前哪檔股票比較強勢 我們可以看到 3374啊 精彩啊 他是在 他是在六月中行開始啊 這一段啊 因為反應他們要開始第三季要創新高啊 反應第三季開始要創新高 然後到了你看到第三季要 他們開始創新高的時候 就在七月啊 你看到財報的時候股價已經是幾乎 已經是在高檔了 這裡不是歷史高檔 這是高檔而已 這裡是高檔 所以 還有什麼呢 還有像五月初的話 五月支付我們是 是什麼股票 這個啊 五月初的時候是這個啊 加金啊 加金啊 這一段啊 當然這一段還有含到 有 MSCI小型的 已經納入小型的指數 這是加金啊 這樣子來 我們是這樣來看的啊 我們是這樣來操作的啊 就是這一些啊 就是這一些啊 還有呢 當然還有啊 還有哪邊還有機會 還有一檔 還有一檔 2342 這個啊 這個啊 貿系啊 它是更早之前的啊 它是更早之前的 貿系那一段的話 更早之前我們是做反彈波 那一段我們前面這一段的話 我們是做反彈波 我們是做反彈波 那接下來他們還有沒有機會 這一些股票 還有沒有機會 當然台積電 世界先進這個經營廠 要操作 你自己操作就可以了 你自己操作 那要操作其他的 這些類股的股 這些題材 這些材料股 你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要如何來操作 我歡迎你可以到 到網路上去搜尋 許明雄 或是掃描QR Code 來這邊來詢問 都可以 我來告訴你怎麼操作 因為我 並不是每一天都會來上節目 當然就是我們 張宇明老師他最近比較忙碌 那由我來替他代班 這樣子 我才有來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會一樣 會在YouTube 我會在錄影 錄一些影片 那你可以搜尋許明雄 那你也可以 也可以這邊YouTube 然後這邊訂閱的話 你隨時 那你我如果PO上網 你就可以馬上很快速的 第一時間 你馬上就會通知你 這樣子你可能會更快速 那也才不會漏接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是我所說的 這太急了 今天已經講了好幾遍了 那還有什麼呢 這是9月11號 這是我們在168的週刊所寫的 那今天是9月18號 今天也有初刊 今天9月18號今天也有初刊 那你如果想要了解更多一些的話 我歡迎你可以到賴生活圈來這邊 來這邊來詢問 那我可以傳我的 我所寫的內容傳一份給你 都可以 我們操作股票 其實我們做多做工都只是一個策略 最終的目的就是要賺錢 最終的目的就是要賺錢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時間已經快要到了 贏家才能夠幫你成為贏家 你如果找到一個輸家 那怎麼可能會幫你成為贏家 不是嗎 這是我們張宇明老師他的QR Code 你可以免費加入 掃瞄QR Code加入 你有任何的問題 想還有股票 都歡迎你來到掃瞄QR Code 來跟他詢問 他會很快速來跟你回答你的一些內容 當然我們像我在 像你如果有 你可以在賴生活圈 或是掃瞄QR Code 那你來到我賴生活圈 我來問我一些 有關於一些產業類的一些股票 我來告訴你怎麼操作 下一個階段要怎麼操作 那我們今天先接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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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